目前,王宝强和黄博、舒淇、张艺兴等人一同主演的一出好戏正在热映,王宝强也忙着和剧主人员一起宣传电影。 虽然,电影宣传期的王宝强非常繁忙,但是他和马荣之间的纠缠也并未因此停止。 早前网友曾在微博爆料,趁王宝强强势带走了他和马荣的两个孩子,两个孩子因不愿和妈妈奔开哭得相当惨烈,但王宝强一群人带着很多人一把抱走孩子,让路人看得都非常不忍。 不过对于马荣帮的指控,王宝强一向都是懒礼,所以总是得不到回应的马荣和好友,又将矛头指向,那王宝强的历史张启怀,趁其造谣马荣和宋哲出轨,拿不出任何实锤,当初转发的聊天记录也是假的。 话说当初王宝强在微博发布离婚声明指控马荣和宋哲出轨后,网上就流传出很多声称是马荣宋哲出轨时针的照片,不过后来被证明大部分都是假的。 马荣接受采访时说,只有一张他和宋哲的合影是真实的,但那时过生日时公司里人轮流和他拍照时拍的,并不是什么出轨的证据。 但除了这些暧昧不惊的照片,真正被广大网友认作,是马荣宋哲出轨时针的,其实是张启怀律师在微博转发的二人聊天记录,以及他在各种采访中透露的案情。 因为张启怀是王宝强的律师,所以他转发的微博,自然被大家当成实施证据,但马荣却一直坚持张启怀是造谣,还曾在微博向北京律协举报。 趁谎言不惠一,只掩盖真相,在迟早摇环,前不久,马荣好友再次声称,当时马荣投诉张启怀是成功了的,还说张启怀否认了自己曾经转发聊天记录的事。 此后,马荣好友更是直接转发,批评张启怀的文章,该文指控张启怀故意泄露未经证实的案件撕验和实体,造成了社会道德审判马荣的氛围,趁其不仅突破了做人的底线,还要公然骚谎的行为。 8月12日,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质疑后,张启怀转发了高居上的文章,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,依次回应马荣及其好友的指控,暗指他们没有思考能力,和自己不站在一个平台上,所以和他们争论也没有意义。 虽然两方各知一词,但王宝强满荣离婚大战,已经持续了两年多,如今二婶都已宣判完毕,双方战获却依旧不减,实在是让人感慨不已。 不得不说,无论是王宝强还是马荣,要想过好今后的生活,都是时候放下过往,重大精神考虑未来了,本文为一点好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